我倒是想聽聽 十年前 蛇靈劍壇之時 老主人率領我們所有人 在祭壇之上立下誓言 逞惡揚善 行俠仗義 為民除害 這 你還記得吧 當然記得 可這和你救武則天有什麼關係嗎 不錯 因為 他現在還不能死 為什麼 如果武則天遇刺身亡 朝廷便歷時大亂 太子懦弱 無能左右局勢 一旦地方諸侯割據 不聽太子號令 朝廷便失去制控之權 再加上武三司等人 虎視眈眈 蟻於地位 幾派諸侯膠著火拼 便不知 陸死誰守 到那時 為爭奪地位 幾派必將挑起戰火 這樣 朝廷崩潰 國家分裂 黎民遭殃 生靈圖炭 就像三國未盡一般 而我們 就是千古罪人 你可真是憂國憂民啊 這有什麼不對嗎 當初老主人創建蛇靈 就是因為憂國憂民 誰想到 他被捕後 你不遵蛇靈主張 恣意胡為 做的都是些出賣國家 危害百姓 見不得人的勾搭 說到背叛 背叛的是你們 你還有臉提起老主人 他若是知道你做下 叛賣蛇靈的事情 非親手殺了你不可 叛賣蛇靈 是你們出賣了我 我問你 韓光寺中 另外一個殺手是誰 血靈 不錯 如此看來 你對我 早已沒有了信任 所以 在關鍵時刻 出賣我 也是意料當中的事 我該信任你嗎 當然不該 因為 我也從沒有信任過你 剛剛說到了出賣 這一次 你派我潛伏韓光寺 實際上 就是以出賣我的生命為代價 保證刺殺的成功 而今 你竟還在此大言不惭 說我出賣蛇靈 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小青芳 我今日 之所以來見你一面 就是要告訴你 鬼文中 自今日起 與你恩斷一絕 真是巧言令色 有趣的 但留意 如同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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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